skp247 a scene full of stuff 造物之物 相目等级euclea 投入送上措施 Area 2427现已建立在skp247之一周围 用研究和送入skp247 skp247a周围500公尺内的区域 被指定为Area 2427的中心 并以一个私人精英乡村俱乐部作为伪装前台 传户者将被试衣机消除并释放 SCP-2427的所有子实力 都应根据对应的收容措施对其进行收容 应尽快探索已发现未被记录的异常项目 描述 SCP-2427是与SCP-2427B相关的所有异常现象的统称 由SCP-2427A进入 SCP-2427A唯一断裂的实质阶梯 位于俄海俄州的东南10公里处 根据当地传说 任何拿着铁山枝的人登上阶梯 都会进入一个超维度区域 以下称为SCP-2427B 基金会的科学家们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并且还确定 拿着铁山枝走向SCP-2427A 就能离开SCP-2427B SCP-2427B是一个直径3公里的原型高原 它表面上很像美国中西部的一座森林小山 在SCP-2427B内部 太阳时间始终保持在下午2点 任何试图突破SCP-2427森林边界的人 将会遭到SCP-2427-5的空袭 到目前为止 已经观察到七种类型的异常项目 但是根据现场发现的资讯 还存在其他几种类型的项目未被基金会记录 通过位于SCP-24272大厅内的文件 以确定SCP-2427B是一个被称为 《铜铁之心》的宗教组织 存放异常物体、工具和囚犯的地方 另外还暗示了其他几个 类似这样的阁楼存在 就像他们使用的这个储存区域一样 隐藏在世界各地 《铜铁之心》先前被认为是一支 崇拜摩洛克的邪教组织 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铲除 他们表现出对基金会和全体人类的极端敌意 但基金会尚未接触任何公开承认其身份的组织成员 所以未知当时的《铜铁之心》究竟有多活跃 以在SCP-24271周围建立电气化边界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打开SCP-24271 描述 SCP-24271是一个牵制销防栓 是SCP-2427B中离SCP-2427A最近的项目 当SCP-24271被打开时 项目内部会喷出大量油力辐射 确切的辐射量还没有被测量出来 但已经被证明处于融化开口附近的人肉 SCP-24272 偷出种措施 最后工作与SCP-24273到SCP-24275相关的人员 才被许可进入SCP-24272 描述 SCP-24272是一座位于SCP-2427B中心的建筑 表面上类似19世纪60年代的疗养院 尽管从外面看 SCP-24272是一座多层的大型建筑 但其内部是一个非欧基里德的空间 仅包含一层楼和三个带有中央门厅的房间 第一个房间受用着SCP-24273 第二个房间受用SCP-24274 第三个房间里有一系列宗教文件 罐头食物和冰装水 SCP-24273 偷出种措施 已在SCP-24273房间的入口处 安装了一扇加固钢门 用混泥土封闭其窗户 并安排一名武装警卫再次看守 应每天给SCP-24273投为一只活山羊 否则将会导致这种失效 任何人员都不得与SCP-24273建立视觉接触 SCP-24273的直接影像 被认定为致命的认知危害 曝雾在其中的人员将接受A级机翼消除 描述 SCP-24273是一种具有敌意的生物机械构造 由电子电路 一头牛的骚滑道 一个人类男性头部 无头发 一个帽架 几根普通花园软管 和未知成分的晶体结构组成 SCP-24273为诱实性 具有非凡的体力和速度 SCP-24273能够说话 并表示渴望吞噬所有不洁的生命 任何直接观察SCP-24273的人 都会开始强烈的渴望见到SCP-24273 来判断它们的纯洁度 相信如果项目做出正面的判断的话 就能实现它们的一个愿望 判断这种纯洁度的决定因素为之 目前为止 SCP-24273还会遇到纯洁的生命 都重措施 对SCP-24274的测试 将根据需要继续进行 由于项目已被确定不会产生危险影响 因此测试对象不必局限于地级人员 描述 SCP-24274 为SCP-24272的第二个房间 一旦一名人类对象踏上油沾地板 对象将会失去意识大约5分钟 在此期间 对象将口头列出自己一系列明显的负面特质 而恢复意识后 对象没有任何关于独败的记忆 SCP-24274 测试编号23 测试对象D2518 请进入房间 我感觉不太 我的灵魂就是蜘蛛的归缩 听听我的忏悔吧 40岁 我还没娶到一个纯洁的妻子 我从未设想过 一个强壮的男孩 会被培养为真理的大军 我那促气的心灵 只能从虚构作品中 无关的幻想 和其他充满罪恶的干扰 和谎言中得到安慰 我没有做过任何毁灭自己的事 为此 我激起所有观察者的仇恨 我对春节的概念感到难堪 因为我知道在这点上 我还做得不够好 我是骗子 也是懦夫 我真是令人讨厌又无能 我的灵魂不配合黄洞执行和唯一 听者啊 一旦我醒来后 你一定要毫不犹豫地 把我的肉体和灵魂 为颜抖审判的野兽 我这是在哪 ACP-24275 偷出种措施 任何人员对ACP-24275的一次直接观察 不得多于三秒 描述 ACP-24275 是一朵停留于ACP-2427B上空的云 当桑木被观察者观察超过三秒时 ACP-24275 将向观察者弹射直近约一公尺的固体线球 其速度超过音速 ACP-24275也将以同样的方式 攻击那些试图离开ACP-2427B边界的人 目前已做成14人死亡 ACP-24276 偷出种措施 在可以排除 关于ACP-24276 是一种人类传染病的假设之前 ACP-24276 将被隔离在独立的生物危害容器中 描述 ACP-24276 是一系列分布在ACP-2427B中的18克小数 雷达分析显示 个别个体的根部已变为人类身体的形状 并且经常抖动 地上的树干来自人体胯部 每个个体上都有一个扫标牌 上面写着 已经写着必将遭受这般美妙的处刑 ACP-24277 SUM等级SAFE 偷出种措施 对ACP-24277的测试已经停止 基金会人员不得进入ACP-24277 描述 ACP-24277是一堆位于一块牌匾后的灰白色木头 牌匾上写着输黄者烤架 测试显示 ACP-24277不仅与ACP-2128具有相同的名称和相似的运作方式 而且是ACP-2128的改进版本 可以作为拷问装置在预定参数范围内正常运作 通过测试观察到 ACP-24277无感知智慧 严格上来说 ACP-24277的反烧方法并不致命 为了保证生命而降低了强度 并且 ACP-24277主要烧死在其控制范围内专门说谎的对象 而非不论意图的虚假陈述 附录 从ACP-24272大厅回收的文件的抄录 第十五章 第二九四节 论仇恨 基督教徒告诉你仇恨是错误的 佛教徒告诉你仇恨是一种干扰 佛神论者告诉你仇恨并不健康 告诉你仇恨是一种乐趣 事实上 仇恨只是让造物回归纯洁的众多无价的珠宝之一 它可以与爱和谐共存 通往纯洁之路的本质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到路尽头的日出 我们必须记住 在错误和正确之间 总有第三条路存在 因为正如经上所写 当黄童之星再次闪耀时 天堂的对立面将不复存在 铁山阁楼的组成 朝圣者的供品和没有特别神圣性质的资料 一个进化机 伪装成一个消防孙 一座不孕者之屋 一个三级纯洁度的行星者 一间忏悔室 十八名阴邪者 一朵千基云 一个真正的术皇者考架 一种杀戮的毅力 二十七名用来活葬的儿童 三个上等品种 一名赖情纵欲者 七位大天使 三个七级六芒星挂服 九条龙 一个阁楼中心枢纽 铜铁之星 备注来自 Golden McRoy博士 Area 2427的站点主管 至 全体被分配至SCP-2427的四级 或更高等级的员工 以及监督者委员会 我一直在查看现场找到的文件 事实上 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些这样的东西 尤其是那些大天使和龙可能是什么 这是让我感到非常担心的事情 另外 格尔路中心枢纽是什么 如果我们从没见过铜铁之星的原因 是他们一直在超维度之间穿梭呢 我们可能会遭遇一整只 等待实际初级的军队 我们必须找到这个通道 永久地拔封竹 除非我们已经找到了铜铁之球 并送至岩鼠 最后 他们真正终于的铜铁之星 在A2427的某个地方 我想是在地下身处 基于他们所说的一些事情 我们需要尽快找到它 我敢肯定 这是其中最早够的KIT了 欧武 请考虑下我提出需要更多数字员的正式请求 真的需要非常多 以上就是SCP-2427 简单来说 SCP-2427是跟一个直径3公里的超维度空间 SCP-2427B有关的所有异常 SCP-2427-1是能放出强烈辐射的消防栓 SCP-2427-2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大 但内部空间却少很多的建筑 SCP-2427-3是一个机械生物 看到有人会想被它审判自己的纯洁度 不纯洁的人会被吃掉 SCP-2427-4是一间房间 人类进入后会昏倒 并讲述自己的缺点 SCP-2427-5是会射出高速千秋的云 SCP-2427-6是十八棵树 树根是人类样子 而树干由胯下长出 推测有可能是真的人类转变而成 SCP-2427-7是一堆灰白色的木头 如果说谎的话就会被它烧死 SCP-2427-B是一个邪教 铜铁之星 用来存放异常武器工具的地点 从获得的资料可以推测 里面可能还有很多未发现的异常 这个SCP有在动画confine 门中出场 SCP-2427-3出场很短 但诡异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 其实原文并没有对SCP-2427-3外形有太详细的描述 应该是动画作者自己设计的 文章中提到的SCP-2128是一个拱形石炉 进入里面的人 不管有没有想说谎 只要说出假话就会被烧死 基金会利用他的能力预测为之的发生 并提前解决 与SCP-2427-7不一样的是 在SCP-218里的人只要说出假话 不管是不是真的刻意说谎就会被烧死 因为SCP-2427-7 则只会烧死刻意说谎的人 另外最后被提到的岩鼠 是机动特遣队Z-9 岩鼠 擅长调查、探索和收容地下或封闭区域内出现的异常现象 特别是那些有异常地形或不稳定时空性质的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在CPU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